当地时间2月1号 加拿大总理贾斯廷特鲁多赴多伦多华人社区 向包括华人在内的亚裔族群拜年 他强调 加拿大社会不容许因恐惧或错误信息导致的歧视存在 在一间中餐馆举办的春节团拜会上 特鲁多肯定了包括华人在内的各族裔对加拿大的贡献 并强调加拿大的多元社会来之不易 加拿大社会会一直反对分裂 我认为我认为你很难受到外国人的关系 就像今天我们需要一样支持我们一起成为一切 我认为我确定 有没有地方在我们的国家 有没有地方在我们的关系 被疾病或不关系 这不是一个关系的关系 我们没有关系 虽然特鲁多在致辞中 并未提及冠状病毒或疫情 但加拿大主流媒体普遍认为 这番话的背景是 伴随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一些针对华人社区的污名化 或歧视性言论 近来在加拿大有所抬头 除了特鲁多外 连日来 加拿大多位相关专业人士 及政界代表 都批评歧视或污名化言论 不可接受 并呼吁各界团结一致抵御病毒 目前加拿大累计确诊了 四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 其中三例在安大略省 一例在卑诗省温哥华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条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毒 不可接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